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朋友你好 真实快乐家 我是管家罗靖芳 今天非常高兴再次见到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的资深顾问 林展辉先生 展辉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同行了 那么喜怒哀乐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乐的这个阶段了 走过了喜怒跟哀 那么到底什么是快乐呢 是不是常常脸带笑容 那就是快乐呢 其实快乐是一种 很正面的一种情绪 当你感受到事情很好 然后你的情绪的反应就是 我心情很愉悦 很快乐 这就是快乐 所以整个快乐的是 你心情里面感到很舒畅 可能那些事情 正如你所想象的 甚至超出你所想象的 所以你这个事情 刺激了你 你心中充满着欢喜 愉悦的感觉 对 我们都喜欢快乐 常常会祝人家健康快乐 真的 我们要开心快乐的 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但是快乐有一些特质 要注意就是 适得其反 就是你得到了 那一山很快乐 比如你买了 你储蓄了很久 买了那个房子 你买了一辆新车 可能起初你很真心 那辆新车 很真心那房子 但是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 你觉得 哎呀那辆车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可能过了半年 一年 你就懒得管它了 所以你得到之后 那一山很快乐 但是过后 你就把它放在那边 你也步一下去管它 甚至有些时候 第一辆车你很快乐 但是过后 给你第二辆 第三辆 第四辆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感觉了 这种叫边际递减 就是你越多的时候 你第一个一百万很高兴 后来给多你两百万 三百万 对你来讲 好像是个数字上加一个零 你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就是所谓的边际递减的意思 对 这种就是我想那个 好像快乐不长久 快乐似乎是很短暂的 是特别跟物质有关系的东西 因为你得到之后 你再也不满足 你可能加一辆小车 你得有两小车 你会满足 不会的 你可能想更大的车 但你有更大的车 你会满足吗 你不见得 我加到一个最名贵的车 不然你降下来 还是有车在的时候 你也不快乐 所以要懂得感恩 是是 当然有很多人就开始讲 究竟快乐的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年龄越大 我就越快乐 对呀 有这样的分类的吗 其实婴儿也有婴儿的快乐呀 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的快乐 但是为什么在新加坡来讲 我们常常讲 老人家是乐龄 这是快乐的年龄 是 所以是不是老了之后 你就比较快乐呢 理论上很多人以为说 因为老了之后 我的责任完成了 教养孩子的 我没有这个责任 我的工作也做完了 把我有一笔的退休金 我可以晚年 随意做我自己的事情 这样我就相对来讲 比较快乐 但是其实真正来讲 快乐是跟年龄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说 你们这个小孩的年龄阶段 是最快乐的 是是 小孩很快乐 是因为他觉得无拘无束 无忧无虑的 无忧无虑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事 那一天他小学院 就考试的压力 从此有所有的教育制度 虽然很快乐 很多同伴陪你玩 但是你想看那个考试的压力 你就觉得很不快乐 后来工作里面 也更不快乐 每天做同样的工作 要面对同个老板 而且为了 为了那个薪水 你要折腰 去每天换去 你觉得不快乐 一直觉得退休 他就真的退休 哪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快乐的事 对对 所以说你要珍惜每一天 当你珍惜每一天 你自己觉得每一天都很快乐 你就会很快乐 所以快乐跟年龄没有绝对关系 像钱 我赚了很多钱 我就很快乐 难道穷人就不快乐了吗 是 但有句话也讲的 凭见夫妻百事哀 不够用 你怎么快乐呢 每天都会明天烦恼 每天都不懂要吃什么 甚至下一餐都不懂吃什么 我就觉得 这样的夫妻也真的快乐不起来 你面对孩子很多的压力 你感觉那孩子给你很头痛的话 功课也做不好 面对考试也不去 去好好的珍惜时间读书 你会快乐吗 也不可能会快乐 但是很多时候 你觉得有钱之后就会快乐吗 事实上就是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很多人梦想成为有钱人 要娶美女 要驾名车 住豪宅 甚至养物 他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有话说 你会看为这些人 多少时候他们很快乐 世界越来越进步 好像美国这样 收入增加了 跟以前比 真的有三分之一仍然不快乐 在新加坡更多不快乐的人 我们以前很穷 虽然很穷 但是大家常常在一起 现在很有钱了 大家反而分开 所以我真的相信 钱不是万能 我也相信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但是有钱的时候 你怎么样 我们常常讲 怎么样过一个感恩的心 是的 你怎么样不要贪心 不要不满足 你就会永远快乐 但是你总觉得 我不共 我比不上别人 我要更加努力 我要做更多 我要争取更多的时候 你真的永远不快乐 真的有一句老话 我们要牢记 就是知足常乐 人要有知足的心 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凡事谢恩 我们刚才说了快乐 跟这个年龄 没有什么关系 跟钱财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健康方面 有人说 只要健康 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对对对 我觉得有些人讲了 能够吃能够睡能够拉 就快乐了 特别年纪越大 能够睡足八个小时 其实就有些研究 如果能够睡足八小时的话 它比不睡足八小时 有百分之八更加的快乐 你可以健康 你可以运动 你可以吃 你喜欢吃的事情 很快乐 我们的平均年龄 已经越来越高了 特别在国家 90岁了 寿命越长 寿命越长的时候 我是觉得很多人 如果你能够维持那个健康 你就会很快乐 但是最 其实乐灵人士 老人家最怕就是 我复兰之间中了中风 我心脏有疾病 我开始不能够走的时候 不能够运动 不能够像以前的 它是开始最痛苦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你越老要越健康 你越健康就越快了 所以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 对老人家来讲 是更加重要的 是身体健康 心境也要有 很积极的正面 那才会长保快乐 那么健康也是很重要 那么有关时间方面呢 时间跟快乐 有什么关系 一寸光阴一寸精 我觉得这句话 特别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你珍惜每一段时间 所以有一些人真的很快乐 是因为时间很紧迫 他能够在时间里面 完成各种的作业 完成他的目标 他就每一次完成一个目标 向自己的极限挑战 充斥的时候 跟时间赛跑 最后又能够达成目标的时候 你看一下很快乐 所以你看到现在 很多人流行做一些项目 一个项目完成的 就有庆功会 一个项目完成 全部都很高兴很快乐 好像我们这样录完十三集 我们也高兴了 十二集 十二集 我就觉得很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是因为 我能够跟时间赛跑 我能够挑战自我 就是在那个期限内 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 大功告成 你挑战自我 一直觉得不可能的 但是竟然可以完成 所以那种满足的快乐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时间是 因为你累积 那这个时间呢 就要完成这个项目 你累积很多的不容易 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泪水 当有一天 你能够成功的时候 你感觉那么快乐 辛苦后天 是 所以就说那个时间 过程当中 你可能很辛苦 是一个运动员 他在训练的时候很痛苦 但是他最后那个冲刺 忽然间拿到冠军的时候 那个快乐 他忽然间全 过去的辛苦 再也不是 对 全场都欢呼了 对 也可能说一个妈妈 这样怀孕时归 是的 很辛苦 但是他那一刹那 他孩子出事的时候 哇 抱着孩子在胸口中 会感觉到 嗯 一切都值得 所以那个时间点 跟快乐 也有密切的关系 对 尤其是苦尽甘来的快乐 但是刚才也提到 就是快乐 似乎是很短暂 所以我们都很想 追求永恒的快乐 到底快乐 有些什么真实的内涵 真正的意义呢 那刚才我们讲的 如果你身体健康 嗯 你可以到处走动 你很快乐 你可以有很多的钱 你可能相对来讲 你可以吃你喜欢吃的 喝你喜欢喝的 去你喜欢去的地方 你会快乐 但是这一些快乐 真的有些时候 他不能够很快的满足你 那一刹那可以 但是你慢慢走下去的时候 哎 我人生活着 就会吃喝玩了吗 我人生活着 就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吗 如果这么健康 又没有人陪伴我自己 在我身旁呢 有什么意义呢 是啊 好像都是为自己打算 那个快乐特别短啊 对 所以很多人现在开始 不是追求成功而已 他是追求有意义 当你找到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你才会有快乐 是的 在找寻意义的过程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 助人为快乐之本 确实这也是另外一句名言 而且是很重要的 对 当你愿意把你的爱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把你有的东西 愿意跟人家一同来分享的时候 你感到那个人很高兴 你看到那个人因为得到你私欲的时候 他感觉到很满足的时候 无形中你也快乐 对 你自己一个人吃很快乐 吃三真海味 但是你不吃三真海味 你买两包饭 跟另外一群的人一起吃的时候 那一群人 你特别看到那一群人 有一包饭吃那种满足快乐的时候 其实你吃 你跟别人吃三真海味的快乐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大家一起共享 那种快乐跟满足 是绝对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施比寿更为有福 我曾经看过一对有钱的夫妻 就是这样 他以前就是常常出国 后来他们觉得因为疫情期间 不能够出国 他们全家就把他本来出国的旅费 把他在年尾的时候 变成一个给贫困孩子来一同吃东西 因为很多在新加坡贫困穷苦的孩子 从来没有看过火鸡是什么 他就买火鸡给孩子吃 他那看到孩子吃火鸡的时候 那种场面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对夫妻跟他的孩子都很感动 因为孩子过去吃火鸡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看到孩子没有吃过火鸡 他们很高兴 连不止父母亲感到满足 连孩子也觉得 我真怕孩子会跟他父母讲 我觉得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去旅行 但是今天来的这个地方的旅行 他们更加有意义 他们整个提高了那种自我的形象 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 你建立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 对建立人际关系 那么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那个人间有温情有温暖 那是何等的美啊 所以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在各个国家里面 当然有时间比较有我们讲有时间 有钱然后你就可以做更多的爱心 去关注帮忙旁边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能够在过程当中找到你的意义 而且因为你这一种的关心关怀 其实你以为你失处 不是的 有些时候你从他们身上得回来的这些的 你心中的快乐的感受 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你愿意去帮助旁边的人 你深同感受 了解他们处境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自己会感恩 哦 原来我真的活得很幸福 我有孩子在我身旁 如果跟一个孤独老人比 你看那个穷苦的老人家 穷苦有需要的人 你才会感恩说 我每一天三餐可以吃得这么好 突然之间你觉得 人生最大的快乐 就不是白活着 而是我可以给予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之间你找到 你生命是有价值的 对 为你所拥有的好好珍惜 而且凡事谢恩 懂得数算这个恩典的话 你的内心就能够 常常涌流出快乐了 真的 分享的快乐是格外的多 今天你感觉到快乐吗 希望你常常都快乐欢喜 我是管家罗靖芳 我是林展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or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我